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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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啊 上了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录像你知道吗 嗯然后就推不上去对不对 好了已经上去了已经上去了 好好好 已经上去了 已经上来了 无缝连接 怎么可能推不上来吗 开玩笑 好这边 怎么说呢 裸三其实对于弄弄来说 前期还是占了不少的一个便宜 然后这时候就要看弄弄 怎么打怎么打算 可以选择爆狗先压制 也可以选择家里面插根管子 或者女王不停防守 不要再说了 弄弄弄的风格我太了解了 他们还要爆狗一波了 他坚信自己的蟑螂 他坚信自己的这个狗独暴的操作 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吗 没有啊 他八个能力刷下去了呀 哎呀 他是补好的 你看着呀 他会打的呀 弄弄就这个智力 你知道吗 好像好像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点 他妈住厂郎 他防守了呀 什么 他竟然改了风格 他在防守呀 他竟然也会防守 两个女王走下来 便携独暴 这甘木鸡现在有点 有点受不了 因为对方是裸三 那怎么办 这个骗得还不错 没关系 三个独暴呢 甘木鸡还在爆狗 还在捕农民 甘木鸡 弄弄了六条狗 还好 甘木鸡这没用的呀 这个怎么可能打 这弄弄什么操作吗 这个是 没关系 没关系 他刚才这个是 这是什么操作 优势巨大 优势巨大 无所谓 那也是 只单狼民而已嘛 无所谓的 但弄弄这个二本的科技有点慢 甘木鸡 这个给我感觉 甘木鸡农民领先 甘木鸡要出飞了 看起来有点像 弄弄这边会不会打一个 蟑螂狗土包一波 如果说他 我感觉不像 他还在捕农民 如果说要打蟑螂狗土包一波 他这个农民数量 是绝对已经够了 黑屏的都会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就好了 好像他打一波了吧 要打一波 那么有智力啊 nono 哦他骗对手 跳飞龙 然后直接一波 不会是nono啊 江山一改 本系难以 还是要打一波 但这波对手 有可能防得住的 太慢了 太慢 这波太慢了 对手的飞龙比他 跳得早得多 而且他主要还是 前期这个 这个 赌爆操作 真的就像一坨屎一样 这时候nono 蟑螂过来 我估计他蟑螂到 对方家门口 对方的 这个 飞龙已经按下去了 对 五根管子 nono有那么一点点机会 我 我觉得没有机会 你是不是觉得 前期如果那些 赌爆操作好一点 这一波 这个战术还是能成功的 他如果正面 这个时候变了 变了五个毒爆 毒爆的话 这一波就有机会的 现在来不及了 有点 这五根管 六根管子 一好 你再多都没用了 对 而且对方直接出来 咬 直接出来咬毒爆 很聪明 对 经验很丰富 对 现在家里面 再变一点毒爆 他用这个毒爆 把你的毒爆 只要撞了就赢了 好 强一过来 这个怎么冲 已经守住了 已经守住了 Nono这盘的操作 简直就 真的很差 就是五条飞龙 已经马上出来了 走了呀 Nono还要上吗 他还要上 走了走了 已经走了 没办法了 他 哦 哎呦 这个属于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他只能发 这怎么发呢 怎么发 哦 对手加血加得非常漂亮 好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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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天上的飞龙 你解决不了 对 你进去 如果说能换一波农民 还是输了 还是输了 对方 那么多狗 你要知道对方狗 狗也没被你撞到的 这波蟑螂狗 进来是基本上是 无伤的一个吃掉 还是自己操作的问题 说白了 对吧 嗯 前期这个操作损失太大了 如果不是前期这个操作 什么毒爆 这些损失那么大 他这个战术 肯定能成功的 刚好能够卡到 飞龙的一个time 打了半天下 杀了五个农民 这有什么 有什么卵用吗 现在你的小狗 接近来已经没有意义了 弄得现在经济 也很差 农民数量跟对方差不多 对方飞龙是完全 完全压制 这个时候 弄得性格 肯定会继续打下去 因为他想的 还是想要翻盘的 但对手的这个飞龙 不停的 翻不了 翻不了 变多 以前 如果以前防空是那个 以前那个攻击力呢 还有那么点机会 我觉得也没有了 有一点点 以前那个攻击 他就不会 这他 我就出八条飞龙 我直接转地面 转张了 对对对 对你也死了 哎 我防空转地次呀 猥琐呀 对不对 太渺茫了 这种 反正就没机会了 就就像夜里 夜空下的 萤火虫一样 这个光芒太少了 好了 这个你就一个防空 其实对手都可以无视的 一比一了 一比一了 机器 机器 一比一啊 这盘的确 也不能说是 弄弄的打的问题吧 反正 开局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把握住 操作的问题 操作的问题 下一张什么图 下一张我看看 下一张 下一张是 冰封神殿 冰封神殿 对吧 等我一下 冰封神殿 这周的残酷 我们明天打 明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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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那个突变模式 明天打 他每周这个突变模式 这个地图都不一样的 这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反正我们明天来打的 明天突变再探险 对 你进来啊 对对对对 不我再换代理 你等我一下 我上个代理 我上代理 这个游戏已经 下去了 虽然我拼是不卡 但是不稳定 说白了 就是不稳定 好了 你拉我吧 嗯 不用 呀 干不干呢 怎么没进 我靠我要退 退游戏重新进 算了 重新进 什么情况吧 两个都卡住了 哦 他说他休息一下 OK 他休息一下呢 哈哈 他说休息一分钟 好好好 也很正常也很正常 对 无法连接战网 为什么 让他先缓口气 因为他这样的连数据盘 已经 已经被打成弱智了 钱 中国人的钱 我告诉你 没那么好赚的 不是那么好赚 真以为你把中国人 人赏钱多呢 妈的我们中国人 精明的一笔好吗 哈哈哈哈 你以为天 来中国天上 就会掉下 掉钱下来呢 怎么可能 没实力 都得死 下一次 我告诉你们 下一次 我会找一个 稍微强 再强一点的 不是 关键这次 不是我们找的 是雷锋主动跳脸 对对对 他主动 主动跳上来的 我们其实没有 没有想跟那个 干嘛加打的 然后雷锋主动 冲到我们群里面 各种说什么 妈的你们都是鸡 我们干嘛加 没有是是这样的 雷锋的意思就是 妈的干母加 现在已经中师前十了 是中国选手 视为草戒 对啊 什么什么虚空 先骂了一圈 虚公王这些 这些菜籍 骂完了之后 然后跑到我们群里面 说你们对 我跟你们说 上来就是4比0 然后我们就坐不住了 对不对吗 他说他只要在 只要干母加上场 万军从中 取黄旭东的手机 如炭狼取物一般 这感觉很简单 为什么取我手机呢 妈的你 你是主将呀 你要这么想呀 我现在说你手机 就是你是主将呀 对不对 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但是呢 我告诉你要打谁 你就去打就好了 不用管 他们说我们黑虚虚王 我们什么时候 黑了虚虚王吗 没有 真的没有黑虚虚王 我们什么时候 黑了虚虚王吗 我靠他自己说的呀 雷锋说的呀 虚虚王我对他 其实挺好的 你想妈的 他这种 有这种 比赛时候有隐患的 我介绍麦老爷给他 让他在比赛时候 无后顾之忧 对不对 还要怎么样 是这样 双方反正又是一个裸双开 嗯 弄弄的在打这种 你是不是开了风扇 没有啊 我热的一逼 我告诉你今天 我为了他们的比赛 今天连风扇都没开 好不好 你可以开空调的呀 开空调 问题是太冷了 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 打高一点的呀 这倒是实话 但是 待会再开 待会再开 妈的支离太低了 闭嘴 好 双方都是一个裸双开局 气况的进度来说的话 为什么 弄弄每次气况都比对方慢一点呢 弄弄喜欢偷那个吧 喜欢偷经济 我感觉是 他我感觉 每次这个气况都很晚 他这个打法如果碰到 高姆基是这种很功利的打一波的 他就死了 你看他 他这种三个农民就直接按下去了 他不管的呀 反正往死里偷 弄弄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相对来说 高姆基打的还是 就有条有条有理的 你看四个四条狗过来侦查一下 我这 我已经看出来 nono的破绽了 nono有什么破绽 你讲 nono的破绽 他最怕的就是那种 12 12地 然后在那边提速虚狗的那种人 这个时候差不多狗就来了 然后他就叽叽了 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 三开 又是一个压制三开 Nono也是出来直接要开三几里 四条狗随便开一开 GamG这个三开还是有道理 因为它四条狗是在前面看到你怎么打 然后它在三开的 各种的干扰 GamG的操作很漂亮 干扰的很细 这个操作 好好 这已经是赚了 狗速也比Nono更快点 我靠Nono这个不农民简直是妈的禽兽啊 这家里面十二条狗一兆哎 我感觉 干嘛就要强压了 它肯定要强压 它开了三框肯定要强压了 Nono为什么能那么偷吗 蟑螂塔好晚啊 这打猫啊 这一波过来怎么打 他的ZVZ什么情况吧 就这种 这这这种 你把古脑按农民按好了就再说了 我我真的是醉了 这个 还要X别人 我我这盘打的 我看Nono打的我真的是醉了 哎呦好卡 三框点报 这已经已经我这已经输了呀 Nono塞农民塞的还行啊 但是被炸了一波卵还是很伤的 第二个再把你羽黄炸掉 哎我跟你说了点上前妹妹就先送120 那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本来他这个位置本来我们没想上前妹妹的 我们想上泰姆的 然后泰姆跟你们说了 他受了深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之后 已经没有办法再战了 哎呦是一个X 这个X的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 为什么智力那么低啊 Nono塞又被人绕狗 又一波绕狗 绕到 啊也被杀惨了 这个 感觉 直接绕主框也可以 小女皇他想 不过赌的还行啊 赌的还行 对方哎呦 十个农民二框 完全没反应了 已经完全没反应了 已经被多线打成马了 这么看 其实GAMG还挺强的 你发现没有 GAMG这是还打得蛮好的呀 这这牌 这牌的确好像还 的确还可以 的确打得好或差 都是要有人对比的 对不对 要有一个人陪衬的 没有错 Nono最后拼一枪 蠻一波 但没用啊 对手战略也出来了呀 太惨了Nono 这没什么机会了 那GAMG 虽然也是 鸡 但是也算是 来中国也算 鸡中之霸 你真以为 那么简单 就被你们干呢 GAMG这种是 斗鸡 天生就吃鸡的 吃鸡长大的 Nono最后拼一枪 拼毛 Nono还补农民 开始重新运营 这运营的天荒地老了 我说老实话 你说这两牌 你看着GAMG有多强 没感觉 打得还可以 但是你没感觉 他很强 紧张吧 可能有点紧张 对 Nono这种果子 那不是给别人 恢复自信吗 但是要赚毒爆 哎哟 好惨哪 前妹妹 被人墙上高台了 这句话 GAMG这时候要说 我叫韩国前战棋 干死你 怎么世界只有一个前战棋 这赢拿的还可以 对 他没用了 逼他得太远 被曾几何时 都是 这个场面都是 Lono 去A别人的场面 为什么会 现在会这样 Lono现在的沉思 跟开局没关系 关键就是你 别人的确 这个骚扰 他太偷了 真的太偷了 2比1了 2比1了 你换韩国那条线路吧 我也没问题了 我开带你了 那好 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我想想看是什么 搬了乌雷纳 搬了 失踪吗 对 失踪失踪失踪 不不失踪最后一场 还有一场 还有一张 全面入侵吗 全面入侵搬了 搬了全 全面入侵搬了 木色之坛吗 木色之坛打过来啊 打过了 乌雷纳 全面入侵搬了乌雷纳 全面入侵乌雷纳 埃迪安废墟 埃迪安废墟 刚才打过了 哦 诺诺赢了 T盘 双汗之地 对吧 双汗之地 对双汗之地 对双汗之地 好惨啊 诺诺 你进来啊 进来了 我进来了呀 诺诺现在需要思考一下 我觉得 真的需要思考 他这个开局太偷了 主要还是 硬在全年各种跳 这个人太弱了 我今天拿了三十美金 太容易上手了 以后有这种机会直接叫我 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 双方进入到第四场比赛了 现在 钱美美是1比2落后啊 出现地图上方 两点钟方向的是红色的重逐选手 来自XC Team战队的钱美美 而出现地图 地图11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重逐选手 来自雷锋战队的嘎姆基 嗯 诺诺这场比赛我估计还会投 四人投他可能往死里投了 我只是觉得他 他这几盘打完之后啊 就除了第一盘有点风采之外 其他这两三两盘 没打出他的这个风采 嗯 每天在那边吹什么自己 快狗世界第一 独步武林 但真正打出来感觉 好像没打出来啊 这个战术啊 反正都是他在说嘛 嗯 对吧 什么我的狗独暴操作前两天又打死了梭拉 这两天又打死了谁 哦 什么肉隔又被他按在胯下 什么这种 每天都跟我吹这种 吹完了 然后 这怎么打个干部家都打成这样了吗 对不对吗 他们说独步武林的确没有错 跳舞跳的是有点好 对 妹妹我告诉你 其实nonon的跳舞的天赋 也不是算最好的 我觉得如果我好好调整他接班人的话 他的跳舞可能比nonon都要好 哈哈哈哈 其实nonon跳舞是在牛台三姐妹里面 在基本功方面是最差的 另外两个跳舞都跳得比他好很多 但是呢 舞蹈不一定是你这个基本功 你舞蹈动作跳得好就好的 舞蹈最重要的是要有灵魂 nonon就特别抓住了这一点 你看他的 灵魂 和眼神 nonon关键是有眼神你知道吗 他跳舞跳的投入 嗯 对的 就你 哎 不要 你看那个 你不要再说跳舞了呀 干嘛 现在nonon已经 已经落后那么多了 他再这么下去 真正退一跳舞了 什么叫落后那么多 已经落后了 落后最后被人拿到赛点了 这种 哎呀 你想嘛 上海达文 他有退路的 你怕什么吗 什么退路啊 跳舞呀 不是盲人按摩吗 可以去跳舞的呀 我说真的 这是他那条退路的呀 他跳出来主要是有灵魂 眼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们再去看一看 微风堂堂那个视频 你看看他侧面对着你 那个小眼神勾你的时候 是不是勾住了你的魂 哈哈哈哈 再配上这种音乐 你你你是不是已经被他勾住了吗 那没有那没有 我对他还是没有太多兴趣 但是广大的水友 为什么突然在这首舞曲之后 对nonon就感觉 感觉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崇拜了 就是因为他勾住了广大水友的灵魂 说的没错 这盘GAMG是有点偷啊 GAMG这盘反而就有点偷了 对 我感觉信息已经被GAMG打出来了 从三开之后狗都不补的 nonon这盘选择了的 无气开局 然后再切两气 其实这个开局 ZVZ已经很少见了 在虚空里面 他是不是要生一攻一防 小狗一攻一防 我感觉就是他那一招了呀 小狗一攻一防 然后 然后直接爆狗 A脸的那一招了 这招好像在虚空之一里面 没什么卵用啊 他用 用得出这样的战术 肯定有他一定的道理 有的呀 从群之心就这样打的呀 这他唯一的道理 从群之心这个战术 还挺厉害的 一攻一防小狗 然后 直接出来开三基地 等那个狗 一攻一防好的时候 狗速也好了 他先生狗速 先生一攻一防再生狗速 但是农民 有点多啊 他这个时候不开三 什么 开自己家里面 对的 对的 补基地补到自己家里面 这因为一张图 只能补自己家里面 好 这个时候就家里面 等着这个一攻一防好 好的时候狗速好 然后A脸 咦 什么 高么机把二本退了 是什么意思啊 他打一波 他打一波 打一波 打一波 高么机死了呀 这 但是他有带独爆 他有带独爆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么机死 我觉得 弄弄死了呀 为什么吗 他狗独狗 狗狗独爆一波 不是 我的意思是独爆是变数 高么机如果是狗 狗狗狼一波 我告诉你 直接被一攻一防 咬成屎 你信不信 狗蟑螂一波是打不进去 但是如果狗独暴蟑螂的话 那就看操作了 因为你的狗是有一防的 但你被炸一下就很虚了 对对对 你说的没错 这个完全看操作了 但我看着干不起这个样子 到门口之后 他才会变那个独暴 LONO一波小狗全部冲出来 还真不好说 以LONO智商 他难道知道冲出来 马上要冲了 LONO不是 以他的智商 他就不会思考那么多 一攻一防好球他就A了 七个独暴已经变了 九个独暴一攻 LONO死了 LONO死了 对方变独暴就死了 不行的 这波绝对不行 变独暴就死了 要么现在这个患家 死了死了死了 蹦蹦蹦 反应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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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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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等什么 他用女皇去戳对手独暴 你感谢 LONO啊 不可能的呀 队伍知道你暴狗了 只用这个给你打了 不过这个一防的小狗 你这个点的还可以啊 后面小狗 后面再暴 再暴不了呀 哎呦喂 暴不了呀 这个有毒暴 压力太大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了 这几个毒暴压力太大了 最后一个毒暴 最后一个毒暴 我说没毒暴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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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 这招有点凶 但 但有毒暴 就不行了 有毒暴 直接被操作死了 对 好 被章狼横跨 无将 最后拖一波农民 没用了 没用了 章狼堵在这个位置 你连疏忽都没有 对方 再来 再变一波毒暴 你怎么办嘛 我们这样就 就送了三十美金 给高姆基 上了第一盘 我不就跟你说了 钱妹妹先送他钱的嘛 好可怜的钱妹妹呀 我们下一场 是不是要上 八十万水军 叫头菜帽了嘛 可以呀 就菜帽好了呀 我们 前妹妹已经跪了 前妹妹 嗯 菜帽来了吗 菜帽来了 菜帽来了 叫一下菜帽就好 嗯 菜帽在里面 他要不要休息嘛 应该会吧 我问他一下 这个的确 他已经大战了很多盘了 已经打了 打了八盘了 已经 对 太功利了 我看一看 是我 我先那个 我先 单土啊 你那个 可以 木设之塔 稍微等一等啊 冰 风 神 殿 你可以先做主机了 第一张什么图嘛 木设之塔 木设之塔 蔡茂这 会开飞机的啊蔡茂 不知道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战术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我估计没什么用 我也估计没 因为他这个这个战术中间的空档太大了 我以为蔡茂打不过干嘛就 你信不信 蔡茂我看看他现在什么实力吗 一百一十名 一百一十名 这怎么打嘛 就差一百名啊 就是啊 对啊 就差一百名 这怎么打嘛 不不 你要这么想 我们 我们让他来 体验一下韩服的高手 是怎么打的 也可以啊 对不对 蔡茂说他有六十名的号 啊 那就差五十名 对啊 哈哈哈哈 不要逼我换号 哈哈哈哈 蔡茂你一会开打的时候你把直播关了 是的呀 这个直播我们没有延迟的蔡茂 你要稍微稍微的有点良知啊 我告诉你 有点截操有点 你打的时候把直播关了 蔡茂肯定在听我们怎么黑他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们也没黑他呀 我们就K他了 好了没有吗 不是好了没有 GAMG 我在等GAMG版图 好 GoGoGo 把GAMG拉进来 再拉 好 那就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 今天的挑战赛的第三轮 第三轮啊 是由蔡茂对阵GAMG 对 80万 80万水军教头 70万 70万 70万水军教头 当年如果不是 不是因为他中了蒋干之计 对吧 被被被被这个 不是中了 我们中了蒋 这终于之计好吗 被蒋干卖了 那当年不是被蒋干卖了 我告诉你 胜负尤未可知赤壁之战 没错 你们不要小看蔡茂 其实想想 我觉得真的 他也是 赤壁之战最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蔡茂 对啊 蔡茂张云 他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男人 蔡茂是 茂神啊 张云就是海森哥呢 对啊 不愧是蔡茂张云 有点 有点说法 来看一看啊 蔡茂上来打了个屎 聊天都有些聊起来 不过我觉得 就我的感觉来说 蔡茂应该打不过这个城市 刚才你跟蔡茂他们是不是很熟吗 我不知道呀 干不过他上来问蔡茂是不是屎 蔡茂的开局我们基本上还是背得出来的 就是正常打 他们两个为什么就聊表情聊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吗 关于这些表情怎么打我都不知道 表情不就你有那个表情包的呀 反正下载之后才能打是吧 不用的呀 你聊天的时候 左边现在不是可以选表情的吗 你可以打个微笑的笑脸 你打个微笑笑脸不就变成现在 变成那个了吗 没有呀 你看 妈你不要用中文打呀 那我要怎么打吗 用英文打呀 你打英文的那个 那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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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对不对 你用中文的出路法在哪里打 怎么打得出来吗 好 蔡茂是干扰了一下对方的这个三框的进度 干扰一下 也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随便骚一骚 嗯 干不及也是做出一些变化 直接是先下两个女王 她本来是打算一个女王开 然后先把GD放下去 这但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细节上的一些小东西 无所谓的 对 好 转身走 VS开局 好 再来飘一次啊 嗯 我觉得要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下有 再飘的时候再飘进去 可以飘进去杀三框的农民啊 蔡茂还是没有 没有那种那那份勇气啊 如果我的话 我肯定是再走到前面一点再飘 然后这时候顺势杀三框的农民 双方前期啊 也是小小接触了一下 并没有损失任何单位 蔡茂这边是选择VS 三兵营 估计马上就要去开三框了 嗯 这个这些套路呢 就走的没有问题啊 杀本机全部侦察在眼里啊 他侦察防止速度 都没问题 我觉得冒神的这个三兵营 这个意图被暴露之后的话 对于杀本机来说 就早点抱点狗就好了 先把三框点下去再说吧 嗯 细节不错 冒神这波细节不错 开门呀冒神 开门 然后六使徒先飘一波 这甘本家这个防已经 已经在防了 你看整个 他因为看到你三兵营的 先抱了一波狗 甘本家这个人一批的运营 还是蛮好的 其实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人一批运营 蛮正统的 不管是差防空的时间 还是 你真的韩宗钱 就是韩宗带新的 你真的以为别人不会打了 哎呀 我知道他不是搞笑的呀 我知道的呀 怎么可能搞笑的 雷锋那么有信心 干把他派上来 抢我们的钱 那肯定还是有道理的呀 你说的没错 对不对吗 雷锋跑到我各种群里面跳 跳完我们跳 跳西瓜 跳完西瓜跳Sed 他们都不敢跳 关键是西瓜他们 哎呀 这种懦夫 对呀 你看我们队多有虚信 妈的只要一跳 我们上来 死的要给你债 对不对 对呀 不管任何人 来跳 我们都都接 我告诉你 任何人跳 我们都接 是的呀 妈的像西瓜他们就忍了 根本不敢说话 哎呀 你不能指望一个 每天要靠六位地方玩生活的一个男人 有什么勇气 就站起来了 你就觉得他站不起来呢 不是站不起来 他每天要站起来的地方多了 对吧 面对自己最亲的人 也要也要想站起来 那站不 这种时候 有时候站不站不起来就站不起来了 哈哈哈哈 有没有道理吗 也没错 好这边 凤凰招待还可以 我觉得 还行 这个凤凰只能说骚扰的 但我觉得 没有骚扰的 非常好 这个骚扰我觉得 只能说 刚不及防的非常好 嗯 你想你想 那个 我们在上海下去看到 那个谁 他打nozon的时候 nozon你被骚扰成马了 对 是不是吗 刚不及的整个防守是没问题 这个局势 我觉得菜帽已经贵了 很难弄菜帽 菜帽的这个PVZ啊 一般来说 前期占不到便宜 中期就走得有点远 其实就是 就是凤凰占不到便宜 就基本上很难弄了 他凤凰只要占不到便宜 基本上就是被狗刺射毒宝滚死的节奏 看他是不是要针对对方的狗刺射毒宝了 我感觉他生这个闪烁就是为了针对 但问题是 现在的其实Blink这个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他已经在防了 他已经在防 蔡帽已经在防了 别人防都是开了四框在那边防 蔡帽的防是直接三框那边先防起来 他开不了四框啊 开四框就被刺射狗毒宝滚死了 是的呀 他主要现在凤凰损失有点大 家里边继续在补兵营 蔡帽这边缘了很多的钱啊 他只要跳闪电了 但闪电又没升 就像这波这个能进能不能搞到东西了 对他为什么闪电不升吗 他核球的 毛他这波肯定跳闪电的呀 哎呦我告诉你 他这波肯定是先出个四五个这种 四五个这种那个闪电嘛 然后直接合球先合包球稳一点 他他用球胆来前面 所以说他才用能够用布林克 也对啊也对 但我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说 呃干麦加这边我感觉蔡帽死了 哎干麦加这个防守真有点好 你看他主矿防 对已经做好了 四个女王 四个女王已经占好位置了 干麦加这个时候全力的刷狗刺蛇过来 狗刺蛇独爆 然后到你们够A一波 蔡帽这个必须要靠完美的立场才能防住 我觉得这个能进 你这么飘过是没前途吧 没前途没前途没前途 不过没关系 他只需要拖 他现在要的 嗯 哎呦这个救也要小心点啊 不要被秒了 白球救了就好了 其他的不要救了 走了走了 对的 走了走了 差点被秒 好正面是用球加闪追 他这个是为了对抗对方的那个独爆 但是这波冰差距有点大呀 我只能说蔡帽打了那么多年 直接终于学会了针对两个字 哎 这个能进的位置有点危险哦 哎 这能进 被点了 现在不是能进的问题 是正面这波他怎么打 好 大吧 先开一个 先开一个 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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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帽立场 走 还可以 立场还可以 还可以 但炮台刚才被损失了 再开 哎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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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针对的 他这个挺针对对方的独爆的 是挺针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打不过啊 第二把立场 但是白球把立场坑了 哎没关系没关系 就这波就这波 哎这时候有站位吧 哎跳到底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可以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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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蔡帽 这个跳的 让我想起了电动时期的party呢 这波跳的有点有点好 不会为七十万水军都不赌 但是呢 对的 比赛还是要输 这个比赛 还是没什么悬念 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还是要输 因为对方只要看你出锥裂 转一波第四你就积极了 关键是 也不能说这么说 关键是你最靠谱的一波 哨兵和白球啊 全部死了 对 还是要输啊 还是要输 只是刚才跳的这一下 是跳出了风采 蔡帽在这个时间点啊 还是没有把闪电先蓄出来 他这时候才生闪电 已经有点晚了 我觉得 他这波其实已经算在 针对对方的狗刺手毒爆了 还要走上去吗 你这个 跳走了啊 你爆了呀 其实追猎倒真不是那么怕 那个 就是毒爆这个东西 追猎为什么大家现在不出 最怕的就是因为 对方第一次太猛了 你追的已经废了 等于 家里面蔡帽在变化啊 他在针对对方的出 出这个 第四了 尽量的好毒啊 问题是 问题是我觉得这个 这盘其实要说翻盘的话 就看这个 他蓄不朽的 这第一是能拖住 然后他把不朽蓄出来 我觉得蔡帽身在正面啊 他正面应该再点 再点三个水晶 反正你一定要补水晶的嘛 再点啊 这边这一下 哎呦 第四已经慢慢来了 还行还行还行 没死 知道没死 能进来了 这是关键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看能进啊 这一盘的关键 MVP能进 对能进只要把 哎怎么在 你这时候 再发一波 下来刷 刷波兵啊 八兵一刷波兵 对方所有的兵都回来 可以走了 能进可以走了 这个时候 这一波拖得非常漂亮啊 嗯 哎能进走了呀大哥 走了走走走 哎 你就卖了呢 直接把插 那也行吧 也行 只要拖住正面 正面有点压力就好了 拖住就行 关键实际 蔡帽 好像没有OB啊 这就被戳惨了 再三框 他OB呢 他有他要那个他要用 签字去防这个签字来反应 这波部队我感觉不够看呀 呃 这波部队倒不是说不够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现在追的有点废 好 家里面都可以插起来 再来一波插 这一波插地攻了 虽然 虽然说别人家里面 有两个地次在防守 但是其实这波 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插子并不怕地次 好像有点忍不住了干嘛家 这边有没有闪电 就开闪电了 这波闪电怎么电 闪电起来 电线出手 电线出手 这个要追着打了 追呀干呀 这个要追了 这个要追了 有闪电根本不怕 又是把脸 走走走 在家里面被 家里面都没关系 一个理事无所谓的 他只要把这波吃了再说 我就可以跳脸了 跳脸呀 追着打直接跳脸 不能让他走啊 这波四蛇啊 这波四蛇 如果吃了的话 去干嘛家 他有点怂 他有点怂 因为家里面被多线空头地次了 有点忙不过来 他就说要处理家里面的地次 但你这么一处理 我感觉 你要么处理 要么就打正面呀 他只用引刀来处理 也可以吧 也行吧 是回事啊 但正面这个地方 你敢出门 我就觉得有点凶了吧 家里面刚才好像是 冷静又去插了一波 但是并没有插到太多东西 没关系 就看这个 这波边往下走 能不能端到这两边框 只要挤在这个路口 因为闪电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对方的地次并不是很多 你就靠这个闪电 把对方的 自动打光 冲上去 冲啊 不要怂啊 他反馈眼虫是什么鬼吗 没有没有 他的闪电有点多 他可能以为对方上面有地次 不敢去 家里面解决掉了 我觉得 你要么就往前上 要么再退一退 退一退 再出个冷静 再打冲线 你不要在地图中间油晃 地图中间油晃 待会被他一波包了 就着重了 他倒是看着 干不家的那个 有个偷窥的 他也还好 但现在这个又是空头一波独暴 他主要刚才没反应行 不敢上 有反应吗 让他炸吧 这个地方就让他炸吧 能炸几个嘛 这全部炸完了啊 这边被包了 哇 这个包了一个大圆 但还好 闪电闪得很漂亮 跳开 还有一把电 有没有闪电 没电出来 被点了 被包了一个大的圆啊 啊 这这 这 这个局势就很难弄了 这这 骑士刚才是有优势的 对 打到中期的一下是有点优势的 这两个地刺 什么情况 就这么进来了 哎呦 我不朽 我不朽有引刀 没问题 不朽还是有点威力的 正面又来了 正面 诶 凤凰抬起来 还可以还可以 他主要是刚才是打了对方的眼虫之后啊 他自己把引刀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我觉得啊 这么打下去 还是会慢慢的不支的 对 因为你的整个整个这个兵力啊 关键是晶体 被骚扰的太惨了 让一个 快回来打掉呀 这鱼鱼如果掉一个的话就真不好玩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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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下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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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下 被打掉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于 对于GAMG 现在 他只要能够守住就好了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进攻 他有矿在踩 就看GAMG 会不会冲动冲一搏 然后被垫成马 只有这一个机会翻牌 冒神现在 冒神在逼对方冲 对方不冲他就输了 最重要就是 不冲了 他不会冲了 GAMG GAMG很有经验 对 他要等你冲 闪电 漂亮 哎呦 这两把电爽了 嗯 关键是要是等什么 等第一次往前冲 然后你跟他刚断面 这才有机会赢 对 你去冲对方的第一次阵 那就那就是你肯定积极 又在被搞 哎 这帝子很烦啊 刚记得中 我觉得打到后期 他的这个多线骚扰 真的很强啊 对 这已经输了 打到后期 除非上演神奇闪电 然后他就不停的 你看他不停的多线帝次 你没办法 这个真的蛮烦的 这多线帝次 其实我觉得打到 打到这种僵局啊 这种空头帝次 打得过这个不朽 他用不朽去打 刷把引刀去打吧 刷把引刀去打吧 好 正面来了 斩电 电到了毒爆 但是没电光 哦呦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是毒爆 后面还有没有闪电 还可以还可以 有有有有有 咖啡机要等你冲了 关键机这这这些 第四太烦了现在 你不朽还是不够 而且现在不朽削弱之后的话 其实你去怼正面也没那么厉害了 这被耗死了 耗死了 耗死了 我那么多地次 再变 再变9个地次 别人只要充脸就好了 哎呦 这如果顶在这被闪电 哎算了没有机会 如果顶在这刚才顶在这个地方 这波刺者被闪电电两把的话 那我觉得 还有机会出开了 或许呀 这波部队差的太远 这波部队差的太远 家里面又被第四烧了 烧着马了已经呗 这件事情你没有要阻止了 现在 对阻止不了 你点地宝都没用 你光靠一个这个打 好烦哪 哈哈 就是我跟你说 你就是在那么多烦的这种 你才能进一步呀 你才能进一步呀 你才能进一步才能提高 对呀 你要去就 就是要去处理那么多问题 你后期不练 你就是打不过呀 刚刚讲这个多线骚扰太猛了 后期 这种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说韩国选手 猛 就是那么 他可以无限的 让自己去经历这种骚扰 对 你在平常这种练习上 是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天地上别人也不见得 那么愿意 来正面 闪电有没有 好 最后拼一场 最后拼一场 好 这把闪电散台可以 再退回来 退手斜鼓 好 对方追上来 这个位置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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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死这个位置冲上去 我靠猫神平啊 猫神已经疯了 我觉得 打过了呀 打过了 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后续不行 打过了又怎么样 他有点 自暴自弃 打到 打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有点 就不耐烦了 我觉得应该是 就被别人无限的搞这个 搞这个菊花 搞得 有点受不了了 什么叫无限的搞菊花 哎 无限的骚扰你 就骚扰他的菊花是不是 对啊 骚得他有点受不了了 就最后拼了一场 然后呢 然后就缴械投降了呀 哈哈哈 妈的 你这个呜 第二场是 冰封神殿 你妈太呜了 我找这个 我突然一下被想出形容词 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解说 哎呦我靠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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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够了 第二场 直接开始 好了 来来来 够够够 好 比赛开始了 地图来到了冰雾神殿 最后地图下方 五点钟方向的是红色的重拾选手 来自于雷锋战队的GAMG 而最后地图上方 十一点钟方向的是紫色的 手游选手 来自于X的菜帽 这怎么办 第二场 我感觉我们打不过了呀 还好有硬呀 幸好还有硬能够替我们先拔头筹呀 不然 还有硬是第一个上的 如果他是那种后面上的 会被前面那几个鸡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败报 平传的那种气势上就被压倒了 就GAMG家的整个气势打出来了 对吧 对的 那就千怪万怪 还是要怪前妹妹了 本来前妹妹你想 第一盘还斜着硬的这个威名 还赢了一盘 然后被人缓过来了 也不能怪前妹妹 我靠 冒神那么屁 这种太功利了 干嘛为了赢呀 冒神你妈的也要打出气势的好吗 我觉得也不能怪前妹妹 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女将 对不对 作为一个女人 不在妈的酒吧这种唱舞女类 你没想到居然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这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也算是一代名将呀 但这个农民绕的位置 可能让GAMG有点觉得不对吧 三兵营快好了 看你流不流卵 没有流卵 好 你完全没意识到 GAMG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的 因为冒神这个不是只刷叉的 他到后面还要转那个使徒的 来看一看 三个差 这三个差 他就六个差 六个差搞一波 搞完了之后 然后转那个使徒 存一波 行 不要急 对方反正也没看到 诶 刚刚我们其实打完了空头啊 我来看二级都没有 这有点不对了吧 他觉得 再找一个农民 三个差已经到了 三个差来了 我觉得这个三个差录的稍微有点早啊 诶 没事 没事 插了对方两条狗了 但女王 女王出来了 先插二本吧 先插二框吧 你进去搞毛啊 进去有点狠啊 我觉得 不 他是想打双线是吧 没有没有 哎呦 这个 这差不能那么深入呀 差的深 伤得更深 强行换了对方一波口 再来三个差 但没用啊 对方有女王的 两个都快好了 你如果是六个差在这里 差对方的二级地 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啊 妈咧 这种东西 不能那么激进 要由浅入深 妈 你都不知道前方 这个洞到底前方 你能不能钻进去 你就一头往前面冲进去 然后上的只能是自己 你笑什么 我怎么跟你解说吗 这 你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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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我来 妈咧 你的思想不要那么误会 就觉得我是有道理的 GG GG 第三张地图是 我看看 等等 妈 你这种思想太误会了 妈 我们所有都纯洁的 我告诉你 对 所有全部在说你很无好吗 全面入行 我告诉你 说 我很无那些人 妈 都不纯洁 哈哈哈哈 哈 为什么 States可以插死人 我靠 妈 你这种上来就猴气的不得了 往前往前顶一波的 怎么打吗 你不觉得他很急吗 他如果等六个插A过去 说不定也赢了 我要回答他一句话 我靠 你在吃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他 States 插了无数人 你才刚开始插对吧 你 插了无数人 妈的 已经是老司机了 哈哈哈哈 你 你只是一个促男而已 当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你在吃什么吗 我在吃饼干呀 对了 我知道是Aloha 好 来看下一场比赛 Aloha有没有回你吗 上一次啊 Aloha有没有回我的是吧 那他应该来的 Aloha是这样的 Aloha他今天晚上坐车回那个 回哪里 回那个 回家 他昨天不是去 他在 他在了 去合飞打比赛 他今天晚上坐车回家 他过一会就来了 他说他 来了 他说他最会长的 因为他来的晚一点 嗯 这感觉蔡毛已经没自信的呀 心态又崩了 对的 蔡毛是每次只要别人 别人只要比他强 他心态就是崩的 我告诉你 如果说蔡毛能够突破自己 这道 这道坎 能够 这时候能够反败为限 这一场如果他能够反败为限 他至少 他的实力能够提高 一个档次 以后打比赛的时候 就我 我就觉得 就看他这般怎么打吧 我们从打法上 就能够看出一个选手的心态 是怎么样的 好的 看一看啊 提出我开 裸双提出我开 双方的开局啊 都还是蛮常规的 这个图呢 其实 是这样的一张 空中的圆点啊 嗯 我觉得蔡毛的 这个VS打法 并不会很好用 三方有点难开 他估计还是会选择 三并赢双VS 这个打法 这个打法比较适合他 今天如果我们 我们蔡茂输了 Aloha输了 前前美美输了 最后我只能干死 干死雷锋了 嗯 好 看到了 四条狗过来 一个追猎 这个 这盘 蔡茂这个开局 变化了一下嘛 直接VR 很聪明啊 这个开局 满克 这个 刚不及了 你跟追猎 你四条狗就打不过 没有提出的狗 对 这边尽量的甩你啊 甩的时候VR 他打不朽一波吗 嘖 不这个VR甩的有点早 真的有点早 VR嘛 就不朽一波了呀 那么早 三并赢 你不觉得很像不朽一波吗 极限的一个不朽一波 不朽一波 没什么用吧 哎 刚不及这个房子挺的有点好 这样子 他他研究过的肯定是 别人看不到他 他能够看到两个兵 这个房子挺的有点完美 这这个房子的位置到 到的确有点腰啊 一般来说我们都挺右边这个地方 对 挺左边 虽然说这左边可能看不到对手出兵 但是呢 我至少看得到你一些科技 好 直接 四兵营 不许我再出 直接一波来 我感觉 蔡茂心态崩了呀 上一盘心态就崩了 自暴自气了已经 好看到了 其实我觉得对手没有你想没有没有没有他想的那么强 那么强对 我就觉得每次冒神就是一旦打到这种逆风局的时候对手稍微比他强一点或者差不多他心态就会崩 他就觉得打不过 现在的年轻选中有几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蒙斯克一个那个Coffee 对也都是这样的 都是只要遇到一些烈士他们就觉得妈的这个打不过了 还有那个金也是的 都一样的 全部都是这种形态的 就是打不过 我看 我看 我关键我看金的这个采访 每次看他采访 你妈的就是那种负能量 各种负能量 爆炸的是吧 妈的 批音吧 妈的就打不过 怎么都打不过 永远都是这个 好看到不朽了 看高姆基这边怎么怎么选择 有关键说吉姆 我告诉你们吉姆还真不是的 对吉姆不是 吉姆就是反正就是我铁头就这样打的 吉姆还真不是心态爆炸的那种选手 这波不好弄啊 这波 对方女皇有点多主要 那其实你这么看高姆基其实高姆基挺强的 是挺强的 妈的是硬有点猛好吗 是的 是的 好来包装来 但是也有 你想把来可以 呀 什么 什么 这算什么 你妈是什么不朽一波打上去回城 我难道打的是心理战 妈这个时候对手踪陷了补农民啊 关键是你 这种时候你是没有退路的呀 他对手要打一波了 八个你我往前慢慢爬 对手本来 那么多女皇就想打你一波的 这个回城我简直没看懂 这个这的确有点迷之回城 他是不是看到那么多女皇知道对方要一波了吗 那也不能这么就回城了吧 就刚接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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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本来 其实说实话 菜帽打天梯的实力比这个强多了 嗯 他这几个地场发的很漂亮 先吃女皇 先吃女皇是对的 趁对方冰没起 先把几个女皇吃了 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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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诶,这个其实对手也没几个兵啊 可以回城了,一厘米回城 妈的,他不要 我要在火中做自己 刚才吃几个女皇太关键了 不吃的话直接就被打死了 这不还有机会挡住哦,有机会挡住哦 还后面再比较分级了 他使徒是攻速使托 对 吃了一个火 没关系没关系,回去了 挡住了 我告诉你,这种迷之回城是有道理的 迷之回城,你妈的害 这种 这种我也真的是罪了 我已经看懂了 我已经看懂蔡毛的战术了 你知道这招叫什么吗 叫什么 欲擒故纵 你妈先上来 先上来挑逗一下你 感觉你妈优势很大 对不对 不朽一波都被我挡住了 这个时候妈对方就膨胀了 埃迪安废墟 对方膨胀了 反打一波 然后过来被蔡毛全吃 埃迪安废墟 想不到蔡毛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智力 可以可以可以 你进来呀 不愧为七十万水军都督 又不胜伦 一招脱刀剂 用的好不好 我告诉你,这盘打了之后 我估计蔡毛自己 自欣欣回来一点 不是自欣欣回来一点 他都莫名其妙 这盘为什么会赢 我这招是为 浪诺浅精心准备的战术 单不朽压制 皆使徒不朽一波 有套路的好吗 原来是这样 他说 那但是浪诺没有尝到这一招就死了呀 对 开个飞机就开 够够够 我觉得这盘可以尝试一下去开飞机 蔡毛这一招的确是有点有点说法的对吧 给你一个假象 回程的不朽一波被你挡住了 你又是很大 然后家里面接了个使徒不朽一波 好 双方第四场比赛 现在蔡毛是以1比2的比分落后 说明在地图 5点钟方向的是紫色的从中途选手 不 说明在地图5点钟方向是红色的从中途选手 来自于雷锋战队的 钢姆鸡 钢姆加我们叫他钢姆鸡啊 这个因为 他是一只斗鸡 而中途选手方向的是紫色的从中途选手 来自于X席目的 蔡毛 就对于钢姆鸡来说的话 他其实心态还蛮平和的 现在2比1领先 对不对 这场赢了 60美金到手 60美金多少韩币吗 60美金 6000韩币呢 什么6000韩币 你打搞笑吗 是多少 6万韩币啊 6万韩币啊 对啊 60美金300多块钱呢 哦对啊 400块钱的块 骂个蛋 那 还有点爽的嘛 是的呀 就对他来说就是3万韩币一场 赢一场就3万韩币 对呀 跟你说了呀 他他这个东西就 已经可以让他那个 就是 韩国打一天工 他打一份工嘛 差不多就 就也就挣几点钱呀 也是也是 他们说5万4000多韩币 可以了呀 60美金 哦不对 他们说60美金等于7万1410韩币 等于7万多韩币 哎你就 我就这么说 我们两个去吃顿烤肉 也就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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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对啊 7万韩币 妈的四手五入就是一个亿 这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呀 每场比赛都一个亿 那如果每天都有这样的比赛的 他就不用去兼职了呀 就可以 每天打星际的呀 对他来说 是的呀 不过我觉得这种就是每天出去 兼两分职的 兼两分工的人 这种这种这种选什么 然后再 每天晚上回来打星际 这种状态 其实我以前也有过的 我知道 你在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知道你兼两分工的 什么呢 不不 我没有兼两分工 我就这么说 你就兼一份工 兼一份工 也不是说兼 我就说 上班的时候 早上四点钟 去鱼市场 取个鱼 对吧 跟别人讲个假 然后中午去卖个鱼 晚上回来连夜星期 不丢人的 你妈职业不分贵 你不要回避 你说你错了 我先我先告诉你 这绝对是错的 是这样的 早上四点钟 去鱼市场的这些人 叫菜 这种菜场里面的这种 鱼饭这些 这些人 你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没有 哥你妈在做这个 比他们高端 你好不好 哥是每天晚上七点钟 到批发市场 然后等着那帮鱼 那帮大客户 不不不 大客户 就拿一次鱼 都要拿这种千把斤的这种 男 你知道吗 然后过来 先让他们先谈好价格 让他们来卖 对不对 卖 然后他们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能够把卖完的话 就把我今天 比如说我有一万斤鱼 对不对 我卖完了之后 那我就可以收工 跟他们say goodbye了 然后呢 然后就回家打星际 对啊 回家打星际的 但是如果是卖不完 今天市场里面的鱼很多 那只能等到 等到那个晚 就是等到凌晨的两三点钟 有一方菜饭会跑过来拿鱼 这种这种过来 在收你的鱼对吧 对啊 收什么拿什么几十斤这种 妈最烦的就是这种 还跟我讨价还价 讨你妈去死吧 这些人 你笑什么是这样的 我 这市场又有市场的行规了 好不好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就你 你也经历过这段时间 比较辛苦的时间 我知道 这蔡帽怎么连基地都放歪了吗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然后这段时间经历过之后呢 然后再回来 回来之后呢 再睡不着 打个两三个钟头星际 然后再睡觉 睡到 中午起来 再继续打星际 打到晚上吃完晚饭 又要去市场了 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 好不好 那那不是 哎 蔡帽这招飘过去 对方你妈把路口堵了 他怎么办吗 他没想过就要把路口堵了呀 过去没什么机会啊 本来想是六十图飘 七十图飘一下对手 他这个 他这个已经是有点猛了吧 攻速师徒 其实你不觉得你当时的生活挺充实的吗 你要说充实吗 呃是蛮虫实的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 这什么意思吗 哎呀 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为什么呢 你就想不要去卖鱼 然后就打星际 当时是这个想法呀 没有错的呀 妈的 你家的事业 干嘛 当时我告诉你 当时就是 有一台电脑 电脑放在我面前 有一根很快的网线 然后键盘鼠标 OK 有无限的电 每天让我 每天有有饭吃 让我每天开开心心的打星际 这不就是你以前上学时候的这种梦想吗 也是也是 好这边 这边我们来先看比赛吧 这边已经蔡帽双线使徒在骚扰了 但是 干嘛家的整个防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招冷狗本来想打一波 蔡帽再转引刀 这个战术其实还挺丰富的 嗯 干嘛家每个矿都有一个 对对对 这个可能要四个两三个使徒哎 两个了 好可以可以可以 两个也可以 哎但是你自己家里面被封了你怎么回事啊 哎呀被看到了 干嘛家这个反 反挣扎太猛了 可以回城的呀 因为蔡帽不会一厘米回城的 哎 街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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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回城有点二 哈哈哈 这街才是王道 对对对 街可以秀一下 这感觉引刀也被看到了 蔡帽家里面在转那个自暴球 刚才防守没问题 战术挺丰富的 对 刚不加的运营呢 的确有点好 这个我还是真的要说一点 对 这个运营的确是韩服中师前二十前三十选手 对 整个政策什么的都很到位 嗯 蔡帽本来想打一个多线 但对方防得很漂亮啊 没什么太多机会 不过 不过我觉得 就我看 刚不加打蔡帽和刚不加打印 我就感觉的确现在 虫组打人组的确稍微难打一些 对 关键印的风格给的压力也很大 对 属于一种很猛的风格 没机会的呀 这个引刀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吗 能看什么砍什么吧 说到底还是就是 硬的这个风格啊 你只要像东拉库这样跟得上他节奏 他就他就完全打不过 对 跟不上 就干不加这种就就被玩爆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好吗 好 这边干不加是准备要火张了带狗了 而且飞龙他已经放下了 万一这波正变 对不过直接转飞龙对吧 也不知道对不过 就是说打的差不多 就相当打七八八 那我就直接转飞龙 我现在的 现在干不加是绝对有这个资源去转这个飞龙的 对 四框 八个气 冒神准备 还在用能镜来拖啊 还能不能拖住 我觉得他打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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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好像机会不大呀 对方火张了很多 我觉得关键关键关键是 这如果这波打上去的话 这个人已经看到龙塔了很关键哦 嗯看到了看到了 不过我我觉得虽然说看到了但 看到了你也不可能现在去转VS的你除了是不散烁的散烁的那个追列 但你至少可以闪散追列的呀这个时候 不停的出追列呀等自暴球成型啊 这三个房子抓的有点好想来 想来正面打一波 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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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漂亮 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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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方砸的也很漂亮啊这个立场 对 再放 又是三个 非常快啊 很稳这个立场真的砸的 哎不会不会一波捅死吧这个 感觉死了呀 为了抓三个房子然后激怒的对手 对手一波蟑螂火蟑螂直接顶脸 看自暴球 没敢炸没敢炸 对方看了自暴球了 看散的啊 这炸爆了 哎呀太轻浮了 太轻浮太轻浮 也不算轻浮吧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对手已经有意识在往后躲了 飞龙已经摁下11个了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第一波就炸出来的话 可能效果会比现在好很多 对因为对方已经有预判了之后 你就很难炸得到 太轻浮为什么打到现在这个攻防 才是零攻凝防好慢啊 忘记提了吧 现在飞龙只要一出来你就没办法了 飞龙一出来你就只能被牵制 对你要不停的给压力 让对方的飞龙不能来打你 就这波 这波一个自暴球 这又炸不到 哎呦 我只能说 刚刚机在这个时候 其实 预判很准 自暴球蛮好的 真的 对预判很准 你这波部队是哎呦 直接不给你这位跑了 飞龙起脸 你告诉我怎么输 除非自暴球还有 自暴球再来一次神奇发挥 对 这是个自暴球了 就看这一下了 这次自暴球 挑走漂亮这个挑的 先把飞龙解决 好又出来个自暴球 这个自暴球是关键 自暴球 就这一下 走 啊 什么都没炸到 好尴尬呀 你说刚才如果炸到了 如果刚才炸到了 真的不好说哎 这波什么都没炸到 只能说 格尔姆基分的有点好看 很准 但是呢 把飞龙打光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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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飞龙打光 还有个说法这招 对把飞龙换光 这个有自暴球之后 对方的火蟑螂 其实没那么厉害的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自暴球自暴球 被点了 居然没被点也炸不出来啊 强行火蟑螂 满满不朽 满那个追裂了 好又来一个自暴球 自暴球 啊 这个可以 哇 这个可以 也可以 这个可以 拿直接血肉之躯 换对方的也血肉之躯 那对手的这个比较 还是越来越多了 干嘛 还是有点虚的 但是优势太大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再来再来 自暴球再来 自暴球再来 现在的冒生是什么呢 双VR出自暴球 他自暴球的数量 比想的要快很多 对 只要这个四块都开起来 我觉得这排还有机会 再来一个 啊 爆炸 爆炸 再推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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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自暴球没续起来啊 那怎么办嘛 这个时候 怎么续吧 你告诉我 就 每次都是 什么生死关头 就就这个 就这个自暴球 走 走自暴球 哎 有点深入 完了完了完了 被点了 太深了 太深了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就走走走 又往前走 又往前 蹭一点 啊 不 我告诉你 只要有两个自暴球 来一个 你妈的爆炸输出 来一个 完了完了 没关系 没死 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呀大哥 他为啥不跑呢 强行 这A不过呀 还有没有自暴球 还有没有自暴球 里面有刺蛇的 混入刺蛇的 你这波追劣怎么A得过 还有没有自暴球嘛 自暴球 来来来来来 两个两个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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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暴球 不要急呀 不要慌不要慌 对方第一次 已经快出来了 其实刚刚机也有点凶 我跟你说 现在不要慌 先把四块来看 你等着对方来冲呀 你不要去冲别人了呀 惨猫 还可以还可以 还炸到 炸到就 走了走了走了 有第三路 自暴球再炸一波 那第一次来了 第一次来了 哦 爽 但是并没什么卵用 虽然输了 但是 很很很爽啊 很刺激 哈哈 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 哎哎哎哎 完了完了完了 自己已经自暴自弃了 机械机械机械 好 恭喜干姆基亚 获得了六十分赢 对 哎 主要是有几下没炸到 我们说真的有 有可能炸到一下 他就怎么办呢 真有机会 你他只要黄金框一掉 基本上就输了 对 好了 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 巨剑阿罗哈 就这样 就这样